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墨尔本的黄淑雅同修与我们分享 自身和孩子严重肃疾,神奇痊愈,消灾解难,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祝苦祝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祝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 大家好,我叫黄淑雅,是一名工程师 感恩菩萨慈悲,让我有幸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我和家人受益于心灵法门的三个真实事例 一,严重哮喘神奇康复,身体病痛神奇消失 我曾经是一名严重的哮喘症患者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白化佛法四大法宝 在修习心灵法门后的第二年,让哮喘病一度消失 我从2010年生亡第一个孩子后,却成了超传病 病情在2013年生亡第二个孩子后更加严重 当时工作单位同事把我称作walking sickness 意思就是一个会走动的病患 因为我走到哪里,就咳嗽到哪里 从他进大会那一刻开始,他们就能听到我的咳嗽声 一整天直到我下班为止 除了哮喘,我也患有失眠和严重的颈椎、腰和背痛 那时的我,除了几乎每星期去看家庭医生 每三个月去一次医院看肝脏专科医生 另外每个月还要请假一天,去做学位按摩治疗 钱是花得够多了 但哮喘,失眠,药背痛还是支标不支本 但无论花了多少钱,看了多少医生 那几年来,我身体越渐碎肉 我亦都以为自己这一生都要依赖、烧尘、喷药 及加上不同的药物来活着 直到2016年,遇到心灵法门 我开始每周到观音堂听师父开示 学着念大悲周、心经 一星期后开始念经文组和小房子 每天听师父的录音 刚开始学念大悲周的时候 我的背部、肩膀都发热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是菩萨妈妈的加持 令困扰我多年的痛楚 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好了 短短几个月,我的烧尘、药痛、背痛、颈痛都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2016年底,我赫然发现 之前为了省钱买下的按摩套餐券 过了起几个月还不知道 因为在不知不觉间 因为在不知不觉间被痛没有了 而是我已经没有需要用药了 医生不能相信 我这情况能不用药吗 不停地追问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明白 这都是台长师父和观世音菩萨的 加持和慈悲保佑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珠宏台长师父慈悲 救度 二 主岁女儿失诊皮肤溃烂 使愿念经后伤口隔天愈合 在2018年年终开始 我当时八岁的女儿复然发失诊 而且病情严重 全身不同部位皮肤溃烂 弄得连手也不能直升 我们中医西医双广齐下 每天让女儿泡医院配方的言语 减少皮肤发炎 然后用多种不同的保湿护肤品 迫不得已是 涂瑞孤唇药膏 每天给她吃中药 听中医大夫说的给她借口 真实很多东西 但皮肤亏烂 情况还是时好时坏 肝愈合的伤口过两天又烂回来 而她的双手一伸直 皮肤就会俊烈泡爆开流血 虽然那几个月期间 我一直有为女儿肖送小房子 就像师父开始说 个人吃饭个人饱 小房子还是自己念的效果最好 感恩菩萨慈悲 师姐带来的痛苦 让女儿开悟了 就在女儿跪在家里佛台前 许愿自己每天做功课 每星期念两张小房子后 第二天早上她的皮肤就愈合了 手就可以伸直了 现代科学再发达 也有很多医生医不好的病 学佛让我们明白 这些病都是源于我们的业障 只有好好忏悔 不造新业才能远离痛苦 三 御事梦提醒六岁儿子有大结 与家族杀业有关 2019年4月 我儿子刚过六岁生日后两天 他梦到有一个很高大 全身黑色 头上有两只红四角的人来照他 和其他一起玩的孩子 师父齐悲开示 表示这跟我家族杀业有关 病开示可能有突发事故 如果肉身不能用了 孩子就没办法救了 要救孩子 就得许大愿 按照心灵法门 上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两个月后 女儿梦到我把她弟弟从动物变回了人 之后 儿子梦到自己和甲鱼 还有其他鱼儿一同游泳 鱼儿和甲鱼对他很友善 非常感恩 大方圣的师兄们 这梦代表 儿子的结 正在一步一步地化解 是菩萨慈悲 救度儿子 帮儿子严寿了 六月底 一个星期六晚上 我们从观音堂回家的路上 儿子开始发烧 到半夜一直在烧 我让儿子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让他睡回去 自己也一直为他念着圣号 到自己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儿子就退笑了 他还不记得前一天 自己生病发烧 笑得半夜醒来 不能睡的样子 非常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把心灵法门 带到来末法时期的人间 让无数佛友 一次又一次地化解 消难 消灾 回忽了千万家庭的 完整与和谐 感恩菩萨 感恩 感恩师父的加持 和心灵法门 佛有一路上的帮助和鼓励 弟子一定会带着家人好好修 报答师父和菩萨的一次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我再次发愿 今生今世 一门精进 永不退卷 众生收拾心灵法门 帮助师父让每一位 有缘众生 每天念诵大悲咒 心经 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 妈妈学习佛法 永不停息 师父们 佛友们 这么好的佛法就在我们眼前 愿我们一起努力 辨策自己 克服自己的劣根性 从流程中 找回自己的根本 好好的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提升境界 把师父的教诲 落实到生活行为当中 找到离苦得乐之道 以上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请南无大慈大悲 祝苦祝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诸佛菩萨原谅 请隆天护法慈悲原谅 请恩师卢君洪台长 原谅 感恩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